此刻我被三个黑衣人紧紧围着 纤细的四肢被随意摆弄 饶势在开放的 我也控制不住生理上的恐惧和发抖 更何况四周透明玻璃外 还有不少人在观看这场表演 我之所以会落到如此地步 还要从三个月前说起 我叫李晴 是A大笑花 和标准的东方美人不同 性感活辣才是我的代名词 白皙笔直的大长腿和丰满的乳房 是我最满意的身体部位 身边有无数同学好友在追求我 但我一个都没答应 总觉得同龄人都太寒酸了 没人能满足我的高消费需求 和无穷无尽的欲望 没错 我是一个十分物质的女人 我生来就应该是个小公主的 住在敞亮辉煌的别墅里 每天不愁吃喝 有空的时候逛街购物 约闺蜜 尝尝尝精致的下午茶 然而上天偏偏爱开玩笑 让我生在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家庭 从我懂事开始 我就拒绝爸妈接送上学 我怕电瓶车出现在学校门口 怕同学们的诧异眼光 击碎我骄傲的自尊心 只能假装自己活在高高的云端 伪装成不实 人间烟火的仙女 实际上拥有我幻想中一切美好的 是我的好闺蜜江蜜 她才是真正的公主 家里从伤多年 早已为她攒下厚厚的家底 也因此从不对她有任何要求 一个热辣高冷 一个田径美好 我们走在一起 总是能吸引很多目光 也有不少人 把我们俩的外貌进行比较 但大多数的结论 都是我略胜一筹 每每听到这些讨论 我总是心情愉悦 忍不住嘴角上扬 大概是因为 我并没有把江蜜当成真心朋友吧 只是觉得 她这样的人才配得上 出现在我的人脉圈 三个月前江蜜过生 邀请我去参加她的生日派对 按照以往经验 宴会上会出现不少富二代 男男女女都会打扮得非常精致 为了不输给任何人 我总是会掏空钱包 提前去购买一件最新限量款衣服 来包装自己 然而一周前 我妈骑车被撞成腿骨折 我仅存的几万块钱 都用来给她看病和买营养品了 无奈之下 我只能去找一些 课外兼职来做 我是在学校论坛里 发现这个帖子的 淹没在各种代课 代写作业的讨论中 只有很简单的一句话 找周末兼职车模 高兴 吸引我的是最后两个字 几乎没有任何犹豫 我就私聊了发帖人 询问具体的工作要求 对方看了我的照片和简历 不出意外的也很满意 甚至开出了 比市场更高的价格邀请我 除了要穿主办方制定的衣物以外 没有其他什么特殊要求 两天两万块 刚刚购买我看中的那条 1.6万的白色小裙子 以及江蜜的生日礼物 工作确定后 我慌乱的心终于安稳下来 看样子 今年我也有望在宴会中 成为最亮眼的人了 周末我在车展休息区 见到了这位主办人王阳 高高瘦瘦 穿着白色衬衣 黑色西裤 头发油亮油亮 戴着金丝边眼镜 一副很精明的样子 是李琴同学吧 真是和照片上一样好看呢 他笑眯着眼 边说边想跟我握手 我却不为所动 直接问道 今天的工作是怎么安排的 他也不觉得尴尬 保持着笑容转身灵 我走到了更衣室门口 李同学 这些是工作服 选好换上后 会有人带你到指定的展台 长长的衣架上挂着一排衣服 有很多款式可以挑选 但无一例外的都很清凉 有些吊带只有巴掌大 勉强遮住关键部位 我冬挑西剪半天 终于选中一款 像泳衣一样的紧身黑色脸体衣 这算是最保守的一件了 还搭配了一个半脸面罩 能够避免我被熟人认出来 但衣服实在有些小 把我的胸挤在一起 塞得满满当当 又长又直的腿 从大腿根部开始就裸露在外面 更要命的是 下面两半的形状 也被勾勒得十分清晰 让人浮想连天 我站在更衣室里深呼吸 安慰自己这并没有什么 牺牲这一次就好了 但别扭的心情没有持续太久 在我真正站上展示台后 彻底烟消云散 在面罩的遮掩下 我逐渐开始放心大胆地 展示着自己完美比例身材 在豪车旁摆弄出各种撩人的姿势 一会儿依靠在车门 伸出修长细嫩的双腿 一会儿半趴在引擎盖上 露出浑圆的臀部 围在我这个展台的人越来越多 那些男人的眼睛都恨不得挂在我身上 我喜欢这种感觉 我在哪儿 舞台就应该在哪儿 还有不少人拿着手机 相机对着我一顿猛拍 生怕错过了什么精彩瞬间 一次兼职结束 我好像挖掘到了 自己都不曾见识到的另一面 心里的那只性感小野猫被关太久了 见过一次世界之后 一直挠抓着心房 李同学 你这两天的表现简直太棒了 王阳在后台激动地拦住我 一只手顺溜地揽上了我的肩头 你所在的展台车销量是全场最高的 我再给你封个小红包 谢谢 我诈 还有一些其他高薪兼职 有没有兴趣试试啊 不用了 结果好意 我不着痕迹地避开 他的肢体接触 大步转身离开 身后还回响着王阳的声音 有需要随时微信联系 无论如何 我终于如愿买到了 心心念念的白色礼裙 恰如其分地裁剪 把我的身材包裹得很好 领口一圈水钻折射出五彩的光 看着镜子里完美精致又纯洁的自己 我自信地昂起了头颅 挂上浅浅的微笑 像高贵的小天鹅一样 此刻 心里的满足感达到了极致 江蜜生日那天 我果真成为了全场的焦点 秦秦 你今天真的太漂亮了 身着一袭 粉色短裙的江蜜站在我身旁 扑闪着大眼睛 由衷地夸赞着我 你才是今天的主角 生日快乐秘密 谢谢啦 他轻轻戳了一下 我的手臂 像我是一看右前方的一个寸头男生 他好像一直在偷瞄你呢 没有多余的发型修饰 把这个男生原本就很好看的五官凸显出来 小麦肤色 肌肉线条很流畅 右耳吊着一个四盲心耳坠 让人忍不住多看两眼 这人是谁 以前好像没见过 许优 之前咱们吃饭碰到过的许叔叔你知道吧 他的儿子刚从国外回来 这时远处传来朋友们的召唤 我和江蜜迅速忘掉这个话题 转头投入到快乐的派对中 毕竟从小到大喜欢 盯我的男生可不止一个两个 一整夜 我们都在这片庄园里喝酒跳舞 累了就摊在草坪上 惬意又快活 秘密 你这次生日家里送了你什么呀 人群中有人开始找话题 打破这安静的氛围 我爸说租房太麻烦了 给我买了一间学校旁边的小公寓 哇塞 叔叔出手真大方 秘密 你今天带的手链真好看 是什么牌子的 看起来很贵呢 得好几万吧 听着这些公围话 我只觉得叽叽喳喳吵得慌 也不想参与讨论 一个月后有相耐的新品发布会 我们一起去吧 又不知道是谁提出了新的邀约 大家都纷纷附和 只是轮到我照的时候 突然沉默了 我 秦秦肯定想去 她可是最喜欢香奈家的衣服 将蜜想都没想脱口而出 我的内心非常抗拒 因为没人知道 我衣柜里的香奈 大部分都是几百块钱的A货 一旦去了发布会 怎么也得买上几件 不然就会沦为别人眼里的笑话 然而在大家好奇 又期待的眼神下 我却只能僵硬地点点头 扯出一抹尴尬的笑 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晚上 我在宿舍又接到了家里的噩耗 妈妈的腿骨折后 在医院顺便做了各项检查 居然查出来肺部有节节 必须安排手术 前前后后算下来要将近十万块钱 让我们本就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我痛恨老天爷跟我开这样的玩笑 为了愁钱我开始焦虑地整晚睡不着觉 心里一阵一阵发慌 在床上辗转反侧的时候 突然我脑子里浮现出王阳那张笑眯眯的脸 你上次说的其他高薪兼职是什么 明天晚上到这个地方来 对面几乎是秒回 还紧接着发来一个定位 当我按照导航到达这个地方的时候 王阳已经在门口抽着烟等我了 他身后是一栋白色的大楼 看起来很普通 也没有什么特别醒目的招牌 只是站着两个保安 走 跟我进去 经过七拐八弯的走廊 和一个长长的回旋楼梯 推开一个复古木质雕花双开门 突然劲爆得音乐猛地袭来 从安静到震耳欲聋 就是这么一瞬间 让人差异于这空间的隔音效果 眼前豁然出现一间摆来平大小的表演厅 昏暗的灯光下 唯一息辨别出前方是像酒吧一样的卡座 一群男男女女堆在一起 一边喝酒一边聚精会神地看着演出 台上一位金发碧眼的女孩正在跳着性感热辣的舞蹈 她的身材极好 还只穿着最简单的三点式 做着大幅度的动作 随时都有完全暴露的风险 王阳指了指台上的女孩 又拍了拍我 我做不了 我毫不犹豫地回聚了她 立马转身离开 无暗一场 刚下了两步台阶 王阳的声音从后面冷不丁地传来 让我抬起的右脚停滞在了半空中 跳两场妈妈的手术费就有了 跳四场买衣服的钱也有了 我承认 我心动了 正当我在心里盘算着的时候 王阳走了过来拦住我 露出狡猾的笑容 走 我带你去后场 今晚就先试试 不然白来了 我不接受露脸 虽然没有这个先例 但我可以答应你 绕到舞台背后 我看到还有几个姿色不凡 身材极品的女生也在后场 对于我的到来 她们都比较冷漠 只是看了一眼后 又低头继续玩手机 这时 王阳仍来一件吊带纱裙 我展开一看 忍不住红了脸 居然是半透明的 既然决定要挣这份钱 我也不再扭你作态 反正也没人能认出我 换上衣服出来后 王阳看我的眼神都变直了 红色衬得我皮肤更加白皙净透 灯光透过纱裙 能够隐隐约约窥见我蜿蜒的身体曲线 和完美的腰臀笔 胸前两坨浑圆更是呼之欲出 让人想狠狠地蹂躏 绝 太绝了 她忍不住为我这绝美的身体鼓掌 轮到我上场后 我按照王阳的嘱咐 只管做一些大尺度动作 在这里 哪怕不是专业的舞蹈出声 只要身材够好 够性感够奔放 也能哄得台下的富豪们开心 没错 能来这里的非富即贵 都是上流圈的大人物 也难怪跳一场舞 就能给出如此高价 说不定我还能通过这个机会 认识一些不一般的人呢 一想到诈 我就更加卖力地在椅子上摩擦着 极致地扭着我的盈盈细腰 像水蛇一样灵活 我故意伸出粉嫩的舌头 让手指尖划过 带着湿漉漉的触感 经过高耸的双峰 一路往下 直到深深的沟壑 音乐律动感加强 随着有力的节奏和快闪的灯光 我开始高速摇摆着臀部 沙衣飞扬 一阵一阵地露出我细腻光洁的皮肤 台下的观众也随之疯狂 有人吹哨 有人直接拿出一打现金扔上台 漫天飞舞 古典越来越密集 直到最后一下 我双手反撑在地上 用力向上挺着我的苏胸 伸出又细又直的大长腿 摆出pose 整个舞厅达到了最嗨点 不愧是我看中的苗子 太有潜力了 王阳笑得合不拢嘴 我没空跟他搭话 专注地低头轻点着手上 厚厚一堆钞票 一张不多一张不少 刚好五万 接下来的两个星期 我基本上隔天就去舞厅表演一次 动作尺度越来越大 我身上的布料也越来越少 因为我每次表演都戴着面罩 所以观众们都亲切地称我为 蒙面女王 还有不少公子哥慕名而来 只为领教我的妖妹 这天我刚表演玩脱衣舞 身上只剩下巴掌大的豹纹内衣和内裤 一回到后台 就发现了氛围不太对劲 一个脾胃十足的男人 正坐在椅子上 把玩着我换下来的内衣 他身后站着两个又高又壮的保镖 王阳见我回来 立马从一旁迎来 一脸狗腿地拉着我 秦秦 这是赵公子 想跟你认识认识 赵公子好 不知道对方是何来意 总归看起来不太好惹 我只能低眉顺眼地问好 他玩味地看了我一眼 站起身来 绕到斜后方 一只大手搂上我柔软的腰间 来回游走 今晚跟我走 我给你十万 湿热的气息 喷在我的耳垂附近 让人不禁站立 我虽然想结识有钱人 但还从没有想过 要让自己变成低贱卖身的妓女 不好意思赵公子 我今晚还有事 恕无法奉陪 我低头盯着脚尖 努力让自己看起来还算自然 啪得清脆一声响 重重的耳光落在我的左脸 突如其来的力道 让我重心不稳 摔倒在地 只觉得臀骨和脸颊都传来痛感 我侧跪在地 还久久反应 不过来刚刚一瞬间发生了什么 装什么装 不就是出来卖的吗 赵公子一秒失了耐心 蹲下身用力掐着我的脸颊 露出凶狠的表情 信不信老子立马办了你 一切都发生地太过突然 一向坚强的 我也被吓红了眼睛 只能无助地看向王阳 他却不敢直视我的眼睛 慌慌张张地转身离开了 连两个保镖也自然而然地背过了身 强烈的无助感袭来 我想一把推开信照的 却被他识破 狠狠压制住了我的手腕 妈的还敢反抗 又是一巴掌落在胸上 他顺势一扯 就把我仅剩的遮羞布掀开了 弹性十足的双风 落入他的眼里 挑起了他本就赤裸裸的欲望 他毫不犹豫地压坐在我身上 粗鲁地埋下头 在我雪白的肌肤上 留下深深浅浅的痕迹 不要不要 求你了 赵公子求你了 放过我 一阵一阵刺痛从胸前传来 我拼命挣扎 却毫无作用 让我第一次意识到 男人和女人力量的玄疏 竟如此之大 他炽热的手已经不满足于 在我身上点火了 直奔着下方最深处而去 我嘶喊求救的声音 无人回应 绝望的泪水从脸颊滚落 后悔自己当初的天真 和那一点点的侥幸心理 眼看着他就要突破最后一道防线 突然砰 第一声后台的门被撞开 外面冲进来 好几个人把手门的保镖 迅速压倒在地 姓赵的只能停止对我的暴行 站起身查看 重获自由的我 立马扯来最近的衣服 遮盖在身上 缩到一旁 赵公子好久不见 这人是 许优 看清楚来人是谁后 我立马把脸侧到一旁 避免被他认出来 没看到我正忙着吗 快滚 听说你家老爷子正在找你 需不需要打个电话 让他来接你啊 姓许的 你给我记着 一旁的椅子被狠狠踹了一脚 发出筐的一声 随后 赵公子的脚步声越来越远 我僵硬地缩着身体躲在角落 空气里只剩下安静 心里默默祈祷 许优赶紧离开 忽然一件厚实的外套 轻轻落在了我身上 我抬起头 看到许优的脸上写满了担心 眼神里尽是温柔 李晴对不起 我来晚了一点 你 我不认识你 他也不反驳 只是用外套将我裹得严严实实 轻轻把我抱起往外走 靠在他胸膛前 我能清晰地听见一颗强有力的心脏在跳动 他温暖的体温让我逐渐放松下来 望着他清晰分明的下额线 和随着步伐晃动的四盲心耳坠 我有一瞬间的失神 等再次回过神的时候 已经是在他的车里了 他又勉签把药膏轻柔地涂抹在我手腕上 这么细腻的皮肤留下印子就不好了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 上周朋友非要拉我来看表演 从那天开始 我就知道你在这里了 可我明明戴了面罩 你的眼睛和别人不一样 还有你锁骨上的这颗质 没想到我的马甲早就掉了 回想起这一周在舞台上 摆出的各种羞人姿势 我刷地一下脸红了 觉得自己无地自容 求你 别告诉其他人 我妈生病了 我是为了筹钱才来兼职的 知道自己的秘密已经被撞破 我只能装装可怜 李晴 我从第一次见你 就喜欢上你了 能不能当我女朋友 让我保护你 许优的双手搭在我的肩上 认真又坚定地看着我 突如其来的表白 把我整得萌萌的 一时间竟然不知道该回答什么 沉默在车里蔓延 愈发地尴尬 我看到她眼里的光慢慢暗淡 默默地收回手 启动车往我学校的方向开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再说话 直到抵达学校门口 我一脚跨出车门 才转过身对她露出一抹浅浅的微笑 男朋友 从明天开始算第一天 然后我就潇洒地走进校门 刘许优一个人傻傻地愣在原地 不惑身后传来她兴奋的欢呼声 真是个傻子 我又不喜欢她 我只是看到了 架值一个多亿的布加迪黑夜之声 和她手上几十万的百打肥力 刚好兼职也没办法做了 急需一个名正言顺的男朋友买单 送上门的金衫 怎么能不好好利用呢 和许优正式确定男女朋友关系之后 我的人生简直到达了天堂 和大家一起去看香奈秀的时候 只要我喜欢的新品全都被她买下 她说只有漂亮的我配得上这些好看的衣服 一个月纪念日到了 她包下一座英式古堡 请来著名乐队助兴 这千金只为哄我开心 她说我是她永远的小公主 就连江蜜也接连感叹 没想到许优是个妥妥恋爱脑 快把你宠上天了 但其实我也付出了相应的回报 只要她想 我会在任何时间 任何地点满足她的欲望 时间久了 我也越来越了解 她的一些不为人知的特殊癖好 她迷恋我的脚 总是捧着他们一脸陶醉 还经常忍不住舔上两口 那表情好像在品什么人间爵位 她不喜欢在家里 在床上 经常会让我穿好性感内衣在厕所 在公园 在室一间等她 更可怕的是 我发现自己对于这些事情毫不抗拒 甚至也乐在其中 因此经常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 买一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跟她一起探索 难怪许优老说 我是个十足的小妖精 简直要把她榨干了 很长一段时间 我沉浸在无忧无虑的甜蜜生活中 几乎快把之前的窘迫忘得一干二净 直到有一天 我发现 许优其实还经常去我之前兼职的舞厅玩乐 我们之间迸发了第一次激烈的争吵 对于她应酬的说辞 我自然是不相信的 我是哪点没有满足你 天天去乌烟瘴气的场合 看那些女人 也不嫌掉价 都跟你说了 是陪生意上的朋友 她翘着二郎腿坐在沙发上 嘴里叼着烟 再说了 那些女人是哪些人 你不也在台上给大家跳过吗 那些被我埋藏在黑暗深处 不为人知的秘密 被她这样随口说出来 一瞬间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凝固了 地砖上映着我惨白的脸色 我一股脑把桌上的东西一扫在地 发出噼里啪啦的碰撞声 怒气冲冲地回到学校 整整一个星期 我们都没有再联系 情绪冷静下来之后 我也有些后悔 毕竟我并没有发现 许优背叛我 就对她严厉苛责 奢靡的生活 突然归于平静 好像变成了一潭死水 让人没劲 正当我在课堂上 百般无聊地刷着手机的时候 突然弹出了一条许优的短信 亲爱的别生气了 今天晚上到老地方来 我给你准备了惊喜 一行字让我不由自主地 仰起了嘴角 果然她还是离不开我 回到寝室 我特意穿上她 最爱的黑色小吊带裙 换上亮晶晶的高跟鞋 出门赴约 这间餐厅是许优个人名下的财产 第一次知道我爱吃这里的甜品后 她专门在二楼 给我准备了一个单间小包 一推开门 就看到许优抱着一束娇滴滴的玫瑰花 坐在窗边上等我 桌上满是我喜欢吃的菜品 配上两只温馨的蜡烛 显得非常有情调 她说了很多好听的话 把我哄得高兴得很 我们还开了一瓶92年的红酒 一直喝到微醺 迷迷糊糊之间 我记得许优跟我说 今晚不回家 要带我去顶级酒店里找找情趣 我却在路上的时候 醉得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才醒来 许优 黑漆漆的房间里 好像只有我一个人 我支撑起软乎乎的身体 想找找许优 突然身后伸来一双手 把我紧紧还住 浓烈的男性荷尔蒙气息 瞬间将我包裹 干什么呢 别闹 我轻拍她的手 想挣脱束缚 却在真正碰到 这只手的一瞬间 头皮发麻 这粗糙的肤质 很明显 就不是许优 你是谁 我想逃跑 却发现自己脚底一软 根本使不上力气 对方没有吭声 而是强行把我按回床上 用绳子把我的双手固定在床头 毫不犹豫地开始剥落我身上的衣物 一件两件 很快我已经是赤裸地躺在床上了 毫无反抗之力的 我只能大声呼救 哭着喊着许优的名字 却也没有让眼前人的动作 犹豫分毫 宝贝别叫了 远处传来许优的声音 泪水模糊 加上昏暗的室内光线 我好像看到第二个身影的出现 取优就我 这里有坏人 心中燃起希望的 我开始更加用力地挣扎 没有坏人 这是我专门为你找的服务员 只有咱们两个人玩多 没意思啊 增添一点乐趣 他终于走到床边 左手拿着一个小型摄像机 一脸笑嘻嘻地看着我 简直是个疯子 我不敢相信 从自己的男朋友嘴里听到了什么 他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我开始疯狂辱骂他 取优却不为所动 一脸可惜地俯下身看着我 这个样子录下来 可不好看了呢 我红着眼睛狠狠瞪着他 却在另一个男人的挑逗下 忍不住身体本能的站立和快意 只能死死咬住嘴唇 不让自己发出屈辱的声音 雪白的肌肤泛起阵阵红韵 双腿间流出晶莹的液体 男人的大手 紧紧揉捏着我胸前的两坨浑圆 终于忍不住翻身胯坐在我身上 一整夜奋力驰骋 直到最后 发出满意的哼几声 许优绕有趣味地 欣赏着陌生男人对我的侵犯 从各个角度 给我记录下这难忘的一夜 我的精神激进崩溃 头发散乱地披在肩头 泪痕布满了双脸 双手被勒出的血痕提醒着 我这一切是真实发生的 为什么要这样对我 不舒服吗 我以为宝贝你会喜欢 他凑过脸来 像以前那样温柔深情地看着我 我却头皮发麻 你之前都是在骗我 宝贝不能这么说 哦 我只是给你 你想要的 死变态 伪装得真好 我一团口水吐在他脸上 他立马反手 狠狠地给了我一耳光 又从兜里掏出一张纸条 上面写着一个地址 明晚去陪王老板 陪好了我给钱 陪不好这些视频就挂在你学校网站上 从这一天起 我彻底沦为了许优招揽 生意关系的工具人 隔三差五就会收到他发来的地址 我却无法拒绝 谁能想到 光鲜亮丽的校花 居然被地里在做这种事 我也重新认识了真正的许优 他就是一个 妥妥的人格分裂疯子 高兴的时候 能把女生宠上天 不喜欢时就一脚踢开 或者为他所用 直至榨干所有价值 他家的明面上的丰厚产业背后 都有着非常复杂的利益勾结和阴暗交易 被许优捏住死穴的我 越陷越深 在他的胁迫下 我不仅赔睡 还被要求参与公开的性表演 满足这群有钱人的恶心特殊癖 被三个黑衣人紧紧围着的时候 我一心只想求死 泪水不断从我眼角落下 却在他们眼里形成一种 破碎的美丽 一群人隔着玻璃鼓掌欢呼 没人懂我的绝望 夜晚 我站在天台 回想起过往的点点滴滴 寒冷的风刮在我身上 穿过单薄的睡裙 我却不觉得冷 我想死 但我不能一个人孤独地离开 让伤害我的人 潇洒地活在人间享受 默默地下定决心 我开始搜集许家背后的灰色产业证据 有好几次录音 偷拿文件的时候 都差点被发现 幸好被我机制地蒙混过关 有一天 在我被众人围观表演的时候 一群警察突然闯进来 全部蹲下 不许动 看着这群富豪慌乱地逃窜 又绝望地抱头蹲在地上 许优挣扎着被警察架走 我笑得很开心 浑身从未有过得轻松 终于 我报仇血恨了 在警察局 我把所有搜集到的证据 都交接给警察 录完口供后 我办理了退学 和身边所有人断绝联系 决心忘记这段荒唐的日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